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阳 好,咱们继续逛狗事啊 现在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狗事有多少人啊 因为天气比较热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哇,车也很多 好,咱们刚往这边看,围观了很多人 咱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犬 哇,这是高狼啊 这是一个小哥哥带过来的一窝高狼 这窝高狼犬啊,小哥哥一共带过来有七八条 那么狗笼里边的犬是公的 有黑白花的 有那个黄白花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远看的话,这种花色和边木长得很像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外边躺那条是一条母犬 这个狗笼里面全是公的 往看那条黄头的啊 土的小舌头那条 那也是一条公犬 那条东西看的话颜色也不错 那么咱们正对面这条的话 哇,这个看到啊 就小哥哥拿这条的,这是一条母犬 那么母犬相对于和公犬对比的话 啊,它母犬的它的骨架和头版是比较小 你看啊,没有出来过 看胆量比较小一点 但是你看这公犬就不一样啊 刚一动笼子,这公犬都响出来 你看这条,黄头的这条 其实这条黄头的这条也不错啊 你看背部也是黄的 因为现在大家看的是灰的 它越长越长会长黄一点 啊,就这两条黄的啊 里边,你看这花色 真的啊,真的和边木挺像的 啊,这两条也是公的 你看这条的花色,鼻线开的多好 虽然不是三通的啊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公的和母的差距确实很大啊 来,让小哥哥再拿一条黑白色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条颜色像不像边木 哇,这条颜色和边木太像了啊 真的是啊 哇,从微博,从三通啊 三通大微博的可以这样说 所以说喜欢这窝高狼啊 喜欢这种猛犬的话 评论区可以给阿阳留言啊 这种高狼的话 小哥哥说了,能长到160斤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 比一个成年人的重量都要重 一天可以吃多少 养这种大型的猛犬啊 大家一定想清楚 你家里的东西够不够养它 它一顿饭要吃个七八斤五六斤了 所以说大家养这种猛犬的话 一定要考虑好 还有这种猛犬啊 大家都知道 这种开门啊 或者有些人拿来打架用啊 都比较适合 都说高狼和中亚长得很像 确确实实长得很像 那么有的人说高狼很凶 有的人说中亚很凶 改天的话 阿阳做一期高狼和 中亚大战的视频 让大家啊 欣赏一下 你看天气很热啊 刚放出来 小家伙们都趴到那了 因为趴到那的话 会比较凉快一点 你看 这小舌头土的 其实今天的天气确实是很热 哇 我现在已经出了身满头大汗了 为了给大家拍期视频 也是累得满头大汗的 喜欢这种猛犬的话 评论区可以给阿阳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阿阳每期带大家逛狗事 看不一样的狗 刚过来一位小哥哥想买狗 给大家露个脸 救他 好 今天大家看到这里